大家好,这里是细品岁月 五年前,一心想要孙子的婆婆终于不再催生 我本以为她转了姓,却不曾想过 家里突然出现的那个小孩 今年正好五岁,我是西南小县城里一个很平凡的女人 到了合适的年纪结婚生子 不过我的丈夫是我自己选的 婚前,我妈一再劝我 你性子软,不该找那么强势的人 我难得硬气了一回 反驳道,我就喜欢她聪明 上进,有闯进的这点 太窝囊以后的日子更难过 我爸妈虽然反对 但也没到拎着刀在脖子上比划 逼我跟张强断掉的地步 不过我妈也说了 你非要嫁,我们拦不住 我们给你挑的你又看不上 路是你选的 是苦是甜你不要后悔就行 那时我一门心思扑在张强身上 听不尽这番劝告 我说过,张强是个聪明的 所以快递行业在这里有了崛起的苗头时 他就看准了这块肉 我们把所有积蓄拿出来 又东拼西凑借了点钱 开了家快递站 一开始都是艰难的 好在肯拼肯苦 站点的收发货单越来越多 赚了钱后又增加了两个站点 有了钱 张强就不太乐意自己跑了 经常跟人在外面吃喝 说是跟朋友谈点心的赚钱路子 我委婉劝他 三家快递站也够我们忙活了 钱赚多少才算多 再说真有赚钱的路子 别人自己可以干 为什么要带上你分一笔 他一听这话脸色就沉下去 合伙做生意才能做大做强 你懂什么 我一边忙着整理刚到的包裹 一边说道 我是不懂怎么做大生意 但我懂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好事 他口口声声说跟人谈生意 大半年过去也没见谈出个水花 吃喝用掉的钱却不少 不是我恶意揣测别人怎么样 但真有心做生意的 哪有天天忙着吃喝的道理 没准就是看好了张强这个冤大头 算了 跟你说不通 张强气鼓鼓地站起来 一脚踢开脚边的包裹就往外走 我心里憋着一股气 却没地方撒火 用我妈的话来说 我就是个闷葫芦 连吵架都不知道怎么吵 受委屈了也只会憋在肚子里 我劝了几回张强都不听 只好在婆婆跟前提了一嘴 妈 要不你劝一下吧 钱还是小事 我就怕墙子被人带坏了 我之所以那么说 主要是因为前两天我洗衣服 在张强口袋里掏出了两张电影票 电影是最近很火的言情戏 总不可能是跟大老爷们一起看吧 那晚我把电影票拿出来质问张强 他几下抢过去 揉成一团丢进垃圾桶 婚后这几年 我的性格多多少少立起来了一点 尤其是生了女儿之后 但也只是一点 你怎么回事 张强倒打一耙地瞪着我 这是我跟朋友吃饭 他拿出来狭白说跟女朋友去看的 可能是开玩笑的时候直接揣口袋里了 你要拿来当什么证据 我觉得委屈 换哪个妻子看见这种东西不怀疑 更何况最近她好几次都没回家 问她 她就说跟朋友出去看什么茶叶生意 先积攒点经验 回头自己干才不会吃亏 婆婆不在意地摆摆手 强自稳得住 她是我生的 我还能不知道 可是 我话还没说完 婆婆催促我 这都九点多了 你妈不是说晚一点就送瑶瑶回来 你赶紧打电话问问 明天瑶瑶还要上学呢 话题被打断 再说我也挂心女儿 只好给我妈打电话过去 不知道婆婆是不是私底下说过张强 她虽然还是经常往外跑 但好在每天都会回家了 就算偶尔不回来 也会提前跟我说 我想 电影票的事可能真是个误会 我以为日子会这么平淡地过下去 但张强居然背着我 偷偷用了专门攒钱的那张卡 这次我忍无可忍 哭着跟张强吵起来 攒这些钱容易吗 你说做生意 商量都不打一声 亏钱了你才说 我们还是两口子吗 外面看着我们经营三家快递站 都以为赚钱跟扫数页一样容易 可谁赚钱是容易的 张强不耐烦地抓着头发 做生意有赚有赔 亏钱了我也不乐意 你发什么脾气 他不仅不肯承认错误 还抹掉了我当牛坐马的辛苦 再说那些钱都是开快递站赚的 当初没我拿主意 找人铺路能赚这些钱吗 没有我到处跑 就靠你成天坐店里 钱就能自己飞口袋啊 张强 说话要凭良心 我一颗心跟大冬天泼了盆冰水一样凉 我是坐店里闲着吗 我承认当初要搞快递站的点子是他拿的 还有加盟的是也是他在跑 但这几年下来尤其是近两年 他在上面放了几分心思 隔三差五到站点上溜一圈 屁股下面跟长了钉子一样 做不到半小时就说有事 又要出门 我抱怨过吗 没有 他板着脸闷头抽烟 行行 都是你赚的钱 回头我赚回来陪你 够了吧 我现在越来越气他这种态度 没理的时候就拿这种话对人 我深吸一口气 大晚上的也不想大吼大叫 我不是非要分谁的钱 但你能不能为这个家多考虑一下 他一巴掌拍桌上 我都说会想办法赚钱了 你还要怎么样 是不是让我去偷去抢 把亏的钱补回来 随便你 我懒得吵了 就这种态度 吵到天亮都解决不了问题 公公婆婆私底下劝我 说张强吃了一次亏 就当买个教训 钱没了怎么吵也吵不回来 两口子吵多了 矛盾只会越来越深 公公也说 亏了就亏了 你不该拿着布放 强子肯定也不好受 我跟你妈也骂过了 你在吵那不是火上浇油吗 我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就是觉得心寒 回头我把这事跟我妈说了 她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 你是不是给张家当牛马当服帖了 那是十四万 不是一百四 一千四 她张强这几年都干什么了 迟迟呵呵充大款 说做生意赔了你就信啊 我妈气得不行 叫上我爸 拉着我就说要去找张家要个说法 我爸也气得不行 说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死死抓着门框不肯出去 急到 爸 妈 钱都没了过去炒有什么用 再说闹大了多少人笑话 我妈气得掐了我一把 你自己的日子都过成什么样了 还怕人笑话 我眼眶发红 我不去 我就是觉得憋屈回来找你们说说 你们嚷嚷着过去吵 以后我还过不过了 我爸冷哼一声 你这么拎不清 往后受了委屈也不用跟我们说 也别到处抱怨钱的事了 看得出 他们对我很失望 但我总要顾及家庭 吵散了女儿怎么办 我不想让她小小年纪 就被人笑话是没爸的孩子 更不希望她顶着离异家庭的帽子 被同学排挤 爸 我不是揪着她亏钱的事不放 我说着说着哽咽起来 我就是希望张强做什么事跟我商量一下 这两年我觉得她变了 跟她说不上几句话就不耐烦 听了这话 我爸直接冷着脸不想搭理我 我妈叹了口气 小娟 妈是过来人 这辈子也看过不少披着人皮 不干人事的坏东西 墙子在外面扒成有别的女人了 你要真为摇摇好 就趁早走一步 我连连摇头 不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 我爸抬手指着我 气道 你就是傻 他说什么就信什么 哪天把你卖了还帮着数钱 他们的话就像真一样扎在我心上 但我依旧固执地不肯往深处想 更何况张强对瑶瑶很好 我不相信他舍得伤害女儿 我不再提钱的事 自欺欺人地想 只要不提就不会吵架 这个家就会跟原来一样 我以为有了这次的教训 张强会老老实实跟我忙活站点的生意 不成想安分日子没过多久 他又恢复了之前不着家的毛病 这回我也懒得管 懒得吵了 反正没钱给他造 维持站点运转的钱我都捏着 等他没钱了 谁也不会天天供他白吃白喝 那些当小三的狐狸精不也喜欢找有钱的 没钱倒贴又不是傻子 但我怎么都没想到 张强居然学人网赌 他借过钱的朋友电话打到我这里 我才知道这是 而且他不止跟朋友借 还透支信用卡 借网贷 当晚我把女儿送到我妈那里 让他们带一晚 明天顺便送去学校 我给张强一连打了五个电话 才把他请回家 我气得浑身发抖 今晚当着爸妈的面 你说 你都借了多少钱 这些钱又花哪了 摇摇的日常开销 还有每天买菜做饭 每个月我都给婆婆拿四千块 以前开快递战借的债也还清了 我想不明白张强借那么多钱 用在了哪里 公公婆婆知道张强借网贷 还拖欠不还 也是又气又急 张强低头坐着 闷不吭声 强子 你说话啊 婆婆抬手就给她后背呼了两巴掌 说话啊 你媳妇一天天累死累活的忙 你成天不着家就算了 还学人赌博 公公也跟着责骂 张强掏出手机 哗啦几下后丢桌上 欠了多少你们自己看吧 我为什么借钱 还不是你闹的 她恶狠狠地看着我 上回亏了钱 你就吵个不停 等不吵了又成天冷这张脸 活像我欠你几百万一样 我顾不上跟她对骂 哆嗦着手翻看那些借款平台 加起来有六家 再加上信用卡 跟朋友借的 粗略一算连本贷利已经九十多万 为什么要借那么多 花哪了 我几乎是尖叫着吼出来的 一年不到的时间 九十多万啊 加上之前亏的那笔 在平线都能买套独栋别墅了 张强目光闪躲 提及了网赌的事 我见朋友在平台上赢了不少 他说只要跟着管理员买 稳赚 我开始只拿一两百试水 确实赢了好几倍 之后才加注 又赢了不少 后来 后来不用说 赢得吐出去不算 还赔出去不少 强子 你怎么这么不省心啊 这日子怎么过 婆婆差点气晕过去 张强烦躁地打断婆婆的斥责 我已经不赌了 这些天不正找门路赚钱呢 靠快递站赚那点一时半会儿 哪还得上 我哭着大喊 知道还不上你还借 你干什么不好 居然学人玩网络赌博 你一点都不在乎这个家 想靠赌博发家致富 十赌十输 没一个友好下场 他怎么充大款我都想过 唯独没想到会去赌 吵吵嚷嚷好一会儿 公共拍板决定 钱 欠也欠了 人家天天催也不是个事 还是想想怎么还上 我跟你妈掏干净棺材本 也只拿得出来五六万 张强闷声说道 不行先转让两个快递站出去 我再跟平台协商一下 分期还 我成天接催收电话也烦得不行 他又指天发示保证 说以后坚决不赌了 也不指着走捷径赚大钱 就老老实实做好快递站这边 公公婆婆气归气 但看他认错保证 就劝我原谅一回 谁还没个走歪路的时候 能及时回头就好 又说钱没了还能赚 两口子努努力 家里该省的也省一些 几年也就还清了 我不同意 好不容易做起来的 家里就指着三个站点养活呢 大不了跟银行贷款 按月还上就行 张强说他现在有逾期记录 而且有三家网贷平台 就是通过营业执照界的 银行根本不会放款 银行愿不愿意贷款总要试试 但人家催收可不管你怎么筹钱 反正只要欠着 他们就天天催 不接电话就发短信 有的甚至说要给亲朋好友发 事实也跟张强说的一样 每一家银行愿意放款 最后还是只能转让了 两家快递站出去 东拼西凑 再加上张强爸妈拿出来的六万 总算还了一小半 但网贷的利息太高 我就想着找我姐那边借一笔 再把这个窟窿填上 这样就只欠我姐跟信用卡了 我姐跟看傻子一样看着我 杜娟 你是不是生摇摇的时候 脑子跟着胎盘一起掉了 她张强借的钱玩赌博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脸色红了又白 从小到大都没这样被人骂过 而且这样骂我的 还是我亲姐 姐 你不愿意借就当我没说 我一手抓起包就要走 她拽着我 把我按回沙发上 气到 我不是小气不肯借 是想让你脑子清醒一点 这种男人 你还留着干什么 离婚要你命啊 离婚 我红着眼看向她 我可以没有男人 没有丈夫 可姚姚呢 她才六岁 我不是没想过 可一想到姚姚 我就打消了这种念头 我累一些苦一些都没关系 可我不想苦了孩子 前年本来准备要二胎了 结果又赶上张强亏钱的事 哪还有心思 好不容易攒两年 计划着今年要 哪成想又出了赌博欠债这茶 我知道婆婆想要个孙子 虽然嘴上没念到过我 但时不时地夸谁家孙子 无非也是一种暗示 不过自从张强亏钱那时候 婆婆就不怎么提了 大概也知道 我成天忙活哪有时间生二胎 说起来 还有一个我不想离婚的原因 就是公公婆婆这两年的转变 他们对我很好 就没说过一句重话 连小姑子都说他们对我 比对她这个亲生女儿还好 我姐冷笑 你是不是觉得 哪怕父母感情不合 只要没领离婚证 对孩子来说就是个完整的家 我不想跟她说这些 姐 我今天来是想求你帮帮我 你说的大道理我知道 但我就是不想摇摇没爸爸 她深吸一口气 好 你要一条道走到黑 我没办法 钱 我可以借 但你让张强来写借款协议 写清楚是用来还她的赌债的 你这是故意为难人 我气得哭着跑出去 就张强那好面子的性格 她怎么可能来我娘家人这边低头 没两天 我妈就知道我找我姐借钱的事 她劈头盖脸把我一顿臭骂 你自己乐意陷在泥坑里 别去祸害你姐 要是张强正正当当作生意赔了 我砸锅卖铁都帮你 可你看看她都干的什么 我气不过回了一句 我借了肯定会还 我不是那种赖账不要脸的 再说姐也没借 还说一堆难听话 回头又窜跺你来骂 我就是命苦 嫁得男人歪了 遇到侃也没个至亲帮我一把 难道我想过这种一团糟的生活吗 我没办法 谁都不理解我的难处 我为了女儿好 只是想尽力做好一个当妈妈的责任 除了公公婆婆 居然没一个人安慰我 没办法 背着那么大一笔债务 单靠一个快递站怎么还得起 我又兼职跑外卖 每晚九点跑到夜里两点 一个月下来也能添补一些 公公也来快递站帮我 婆婆负责做饭 照顾瑶瑶 见我大雨天的都跑外卖 婆婆心疼我 小娟 是我们家对不起你 你受的苦我跟你爸都看在眼里 以后要是强子再敢犯错 我们不认这个儿子也要你留在这个家 我心口一热 含着泪花笑了 妈 我还年轻 苦一点没什么 再说强子这段时间也改了 一家子努力没什么熬不过去的 张强确实改好了 虽然不是在快递站忙活 但跟着朋友倒卖二手车 挣的也不少 按我们现在的收支 一个月能还一万多 剩下的顶多四年就还清了 我计划着怎么还债 似乎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但这终究只是一场梦 我不相信耳朵听到的 张强出轨 而且连私生子都有了 我姐翻了好大一个白眼 还不信呢 你就是个傻子 那些钱没准就是用来养小三了 我感觉自己的世界崩塌了 距离欠赌债的事 才过去一年多 为什么就不能让我好好过日子 我不信我姐说的 浑浑噩噩地回到家 把自己闷在屋里 连婆婆敲门跟我说话都没应声 她一连气敲了好几下 担忧地问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要不要去医院 我满心烦躁 但还是压着火气说没事 就是宋丹耽搁了几分钟 被客户投诉了 心情不好 晚上十二点多 张强回来了 他打开灯 见我坐在床上还吓了一跳 几步走过来抬手摸了摸我的额头 怎么不开灯 你脸色看起来很差 是不是生病了 我摇头 冷声问他 你在外面有别的女人 还跟他生了个儿子是吗 他微微一愣 接着大怒 哪个王八蛋编排这种话 我承认之前做了错事 但我已经在用心弥补 究竟是谁见不得我们好 我翻开手机里 我姐给我发的照片 一张张滑着过去 那你告诉我 这个女人是谁 这孩子又是谁的 别人的老婆孩子 需要你陪着去动物园玩吗 照片里的女人打扮得很时尚 看起来比我年轻 漂亮 越是这样 我越痛苦 恨不得透过照片 把他一张脸抓烂 张强无奈地笑了笑 半蹲在我面前 拉过我的手握着 他不急不徐地解释道 老婆 这是刘成在外面找的人 那天本来是他带着的 但凑巧远远看见他小舅子 这才着急忙慌打电话给我 让我过去帮忙打掩护 刘成 我对这个人有点印象 是之前帮我们搭桥快递站加盟的 不过后来见得少了 说是去了临省发展 连老婆孩子都一并带了过去 我盯着张强的眼睛 没发现他有半分闪躲 真的 我不信 那个孩子的眉眼 多少跟张强有点像 他叹了口气 行吧 我现在就给他打视频 你听他亲口说 虽然这么晚打扰别人不好 但我害怕一夜时间 张强会跟对方偷偷联系 串通说辞 我害怕这一切都是真的 而我被蒙在鼓里 像个傻子一样被人耍得团团转 打第二遍的时候流程接了 说起那个女人跟孩子 他一脸尴尬地承认了是他养在外面的 挂断后张强问道 老婆 这下你相信我的清白了吧 我松了口气 但心里还是不得劲 以后你别跟这人联系了 背着老婆在外面养小三 不是什么好人 张强笑着答应了 又问起我照片哪来的 我没多想 直接说了我姐 老婆 你家里人现在对我有成见 总觉得我这里就是个火坑 张强满脸苦涩 是我没用 一错再错 说着 他抬手就甩自己巴掌 打得很用力 我赶紧拉住他 你干什么 他们怎么看是他们的事 只要你以后别犯糊涂 总有一天能证明 我的选择是对的 现在的日子是很苦 但我觉得值 谁都有理由放弃他 唯独我不能 他是我丈夫 是我女儿的爸爸 张强紧紧地抱着我 娶了你 也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 以后别听人乱说了 万一是我没法解释的误会 我们这个家就会破碎 他还说等债还得差不多了 就要个二胎 不管男女都是我们的宝贝 我点头 同时暗暗告诫自己 以后不是亲眼见到的事实 谁污蔑张强的话 都不能随便相信了 我姐在给我打电话时 我直接挂了 我知道 她肯定要说我还继续犯傻 证据摆在眼前都不愿意相信 不止我姐 我回家看爸妈的时候 他们谁提这事我就翻脸 越见不得我好 我越要咬牙挺过这个坎 欠几十万算什么 人家几百万上千万欠着的 不也在努力还 年初二 我跟张强带着摇摇回家 我们这边的习俗都是这样 这天外嫁女都要回娘家吃团圆饭 门怎么打不开 敲门没反应 没听见里面有说话声 我拿钥匙试了两次也没用 张强皱眉 把东西放在地上 怕是爸妈换锁了忘记告诉你 我给爸打个电话 问问他们去哪了 电话打不通 我妈的也一样 张强脸色不太好 他们把我拉黑了 我拿自己的手机打 结果也一样 太过分了 不就因为他们说张强不好 我回了几句嘴 非要逼我离婚才高兴吗 张强劝我 别生气了 说到底还是因为我 要不给你姐打过去试试 或者我们直接去楼下等 左右今天姐跟姐夫 他们也要过来 我怕我姐说难听话 特意走到通风口那边打 这次倒是没被拉黑 但她说的话跟刀子一样扎人 杜鹃 爸妈说看见你这个蠢货就来起 大过年的不想影响心情 我把他们带出来走走顺便吃饭 你好好伺候张家那位祖宗就行 我气道 姐 有你这么说自己妹妹的吗 你也是嫁出去的人 能不能设身处地地为我想想 说到这里 其实我有点底气不足 因为家里是两个女儿 我姐结婚前一家人就谈过 如果我想外嫁 她就留在家 我说应付不来公婆 不想嫁出去 结果遇上张强 我把说过的话都忘了 那头我姐气得不行 我还不为你想 为了叫醒你这个傻子 我都快变成跟踪狂了 你呢 你觉得我心肠歹毒 一心要破坏你的家庭 当我稀罕那个渣男要跟你抢啊 我说了多少遍 动物园的事是个误会 为什么你们不相信 我懒得跟你说 你就是个傻 她恨不得把所有能想到的脏话都骂出来 我直接挂了电话 根本没法沟通 既然我爸妈也不信我 等在这里又有什么意义 我会用事实证明给他们看 他们错了 因为我爸妈把我拉黑的事 之后两年时间我都没回去 这天 张强说要跟合伙的朋友去外地看车 估计要出去三四天 我叮嘱他注意安全 也没多想 打从做起倒腾二手车的生意 他时不时就会出门几天 偏巧婆婆头疯又犯了 让我晚上先停几天 别跑外卖 照顾好姚姚 顺便辅导他做作业 虽然心疼少赚几天的钱 但考虑到公共白天 要帮着快递站忙活 晚上再带姚姚也辛苦 我就当给自己放假休息 意外的是 第二天下午我接到姚姚时 被我姐拦下了 她瞪了我一眼 上车我带你去个地方 我没空 对于之前的事 我心有芥蒂 她冷笑 你不是说我凭空污蔑那个渣男吗 今天我让你自己看清楚 自己去问 我心头一跳 拉着姚姚转身就要走 也许只用再坚持一年 债务就还清了 我只想过平淡的日子 不想知道什么真相 我姐一把拽住我 你是不是要当一辈子鸵鸟 还是想当一辈子老黄牛 或者等那个渣男把你扫地出门才肯面对 姚姚被她这副狠利的模样吓到了 但还是挺着小身板护我 大姨 你别骂我妈好吗 也不要说爸爸坏话 我知道渣男是什么意思 我姐叹了口气 该不该骂 以后你会明白 说完 她看着我 用从未有过的冷漠口气说道 杜娟 你要真认为自己是个好妈妈 就该分辨清楚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也不要以为可以装糊涂一辈子 对姚姚就是最好的 我咬了咬牙 还是带着姚姚坐进了车里 我姐中途拐回家 又接上了爸妈 哪怕坐上车 她们都没看我一眼 我妈跟我坐在后排 中间隔着姚姚 路上也只跟她说话 还没到目的地 我接到了婆婆的电话 她问我怎么那么久 还没接到姚姚回去 我鬼使神差地跟她撒了个谎 说遇到高中要好的同学 她嫁去了外省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遇上了聊一会 顺便一起吃饭 婆婆很随意地问我哪个同学 说不定父母那辈还认识呢 我皱眉 说了个老家在镇上的同学 她确实也嫁去了外省 而后婆婆也没多说 只叮嘱我早点回去 车子上了高速 一个多小时后 我们到了临近的遗县 遗县 我一颗心往下沉 好几次在车里翻箭过 往返平县跟遗县的过路费票据 张强对此的说法是 他们在这边租了个铺子 没出手的二手车也顺带做租赁 还有那几张被我遗忘的照片 那个女人 孩子 这一切 似乎都在昭示着一个事实 所有人都活得明白 只有我一个人陷在自己编织的美梦里 我姐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 阴阳怪气地说道 这话看起来又不傻了 合着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 我偏过头不想说话 心里却后悔走这趟 我现在唯一的奢求 就是保全完整的家 可心底又有另一道声音告诉我 既然要证明自己的选择 就该有面对真相的勇气 车子开进了一处小区 我姐跟门卫报了里面的一个门牌号 说是来找亲戚的 在临时车位挺好 我妈拉着摇摇跟我说 你自己上去睁大眼看清楚就行 那种场面 孩子就没必要看了 我浑浑噩噩地恩了一声 一直在犹豫 到底要不要亲手撕开血淋淋的事实 当我们站在1202的门口时 我整个人都是僵硬的 手脚冰凉 我姐从包里拿了顶鸭舌帽带上 压低声音说道 都走这儿了 你要是还退缩 这辈子就只配当乌龟缩着 被人欺负了也是活该 敲了门 他沉着嗓子说道 我是楼下1102的 你家是不是卫生间渗水 我下面天花板进得不成样子了 搞错了吧 伴随着熟悉的声音 开门的人映入我的眼帘 张强 他看到我也呆住了 下一瞬脸色变得异常难看 仓皇之间就要关门 我爸一把拉开我 抬脚抵在门边 姓张的 我们能找过来 就不是一扇门能挡得住的 说话间 客厅里的女人一边说话一边走过来 墙子 谁啊 怎么站 很显然 她看到我的样子后就知道我是谁了 而这个女人 也就是之前照片里的 所谓的刘成找的小三 大晚上的 我老公跟刘成的小三待在一个屋里 这得是多好的兄弟 我指了指女人 愤怒地地看着张强 她是谁 刘成仰的小三吗 今晚又是你接到电话 过来帮她救场的是吗 哪怕亲眼目睹这一幕 我都没有勇气打人 女人撇撇嘴 嫌弃地看了我一眼后 抱着手臂转头往里走 张强深吸一口气 是 我承认之前撒谎了 但这是我不小心犯的一个错误 她一脸愧疚地看着我 对不起 我知道不该隐瞒 可事情超出了我的预料 她不肯打胎 我不来她又说要上门戳破这段关系 我没办法 你就是个混蛋 我终于有勇气打了她一巴掌 蹲下身捂着脸大声哭泣 可我心中崩塌的世界 再也无法恢复了 我以为只是走了歪路的丈夫 却背着我找小三 连孩子都有了 我算什么 正是吗 我姐冷眼看着张强 收起这幅嘴脸 我这个蠢货妹妹能被你们骗得团团转 但家里也就她一个傻子 拿她的血汗钱养小三 养私生子 你可以啊 跟这种人废什么话 我爸气冲冲地说道 离婚 该属于杜鹃的财产 一分不少地吐出来 张强突然笑了 岳父 你别开玩笑了 我现在还背着一屁股债呢 家里哪来的财产 你这个畜生 我爸被激怒了 抬手就要打人 我姐赶紧拦着他 爸 你的力气能有畜生大啊 回头自己伤了多划不来 他骂我不成气 这种时候只知道哭 该硬气的时候就成了软啪啪的鼻涕虫 我抹了眼泪站起来 压着愤怒和委屈质问张强 之前你说做茶叶生意亏了 还有网赌借钱欠债都是假的 钱被你用在了那个女人身上是不是 还有这套房子 怕也是给小三置办的 张强摇头 我怎么可能把家里的钱乱给别人 顶多只是承担了一点抚养义务 这几年加起来 林林总总给了一两万块而已 他见我一脸不可置信 又补了一句 至于你说什么网赌 根本没有的事啊 你忘了 两次赔钱都是做茶叶亏的 你撒谎 我尖声大叫 我接到过催收电话 还有你手机里那些短信 网贷平台 都是我亲眼看见的 我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就好像自己活在了一个虚幻的世界里 听见的 看到的 都是一场幻境 张强却说 借钱是不假 但借之前也跟我商量过 他宁愿自己担风险也不肯让我跟着借 我姐掏出电话 这都涉及到诈骗了 还是报警处理更合适 张强一点都不害怕 抱吧 知道你有个有钱的老公 到时候买通关系 给我扣顶大帽子让我坐牢也不难 可惜了摇摇 以后要顶着劳改犯女儿的名声 不知道要被多少人欺负 我赶紧抓着我姐的手 别报警 摇摇不能有个坐牢的爸爸 你TM就是个大傻比啊 我姐都被我这种态度气炸了 你就那么心甘情愿 给这个畜生当牛做马这些年啊 我爸也劝我不要继续犯糊涂 张强不把钱吐出来 就交给警察处理 张强脸色不变 做生意亏钱的事 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事先都跟杜鹃商量过 你们非说我把钱给谁了 那就查吧 这套房子也是租的 里面那女人就开个小卖部 也没多少钱 够了 是我傻 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 活该被你玩弄 我不想再听了 跪下来求我爸 才让他打消了报警的念头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 只想尽快离婚 带着女儿 公公婆婆知道张强在外面有女人孩子的事后 发了好大一通火 婆婆拉着我的手 小娟 我跟你爸不稀罕那个畜生儿子了 你们不要离婚 我也不准他们再踏进家门一步 我哭着摇头 妈 这个家我真待不下去了 难不成等着小三母子登堂入室 把我撵出门吗 张强对我已经没有半分感情 他说离婚可以 瑶瑶也可以给我 但前提就是净身出户 剩下的债务也不用我承担 到了这个地步 我哪里还不清楚 所谓的债务 只是用来压榨我这头老黄牛的障眼法 欠钱是真的 但那些钱怎么可能真的是亏了 赌了 也怪我自己蠢 连一点证据都抓不住 婆婆也哭了 可这个家没了你 让我跟爸怎么活啊 公共气得捶胸顿足 又骂了张强一顿 末了 他劝我 小娟 我们知道你委屈 但离婚的事能不能缓缓 我们会好好劝强子 不让他再跟那个女人来往 至于还 该他承担的责任 给足抚养费就行 看着他们这样 我鼓起离婚的勇气 似乎被戳破了一个口子 张强是靠不住了 可公公婆婆对我好 我怎么能辜负两个老人 我妈得知我离婚的念头动摇后 直接找来快递站 声拉硬拽地把我拖回去 一进门他就骂 你脑子被使糊了吗 那两个老东西撒几滴猫尿你就信 不知道他们是想把你炸成骨头渣子啊 妈 你能别骂那么难听吗 我有点气不过 张强不是好东西 现在我也看透了 但公公婆婆对我好 小三的事爆出来后 他们到现在都没让张强回去过 接到电话也是一顿臭骂 有他们支持我 有瑶瑶 我觉得也满足了 我爸劝我妈说不用骂 如果能骂行也就没有现在的结果 他很冷静地问我 你婆婆喜欢孙子 这是我没污蔑他吧 我咬唇点头 又小声辩解道 但他这几年改了 我爸冷笑一声 那我问你 他没有念到孙子 不嫌弃摇摇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就是个态度 怎么定时间 话虽这样说 但我还是仔细回忆了一下 大概五年前左右 我爸眉头眉尾地来了一句 那个女人的儿子 今年五岁半 这根 我突然说不下去了 为什么那么巧 那段时间家里没发什么什么特别的事 想要抱孙子的婆婆 能突然就不想要了 我爸又说 那个畜生每次说出去几天的时候 不是你婆婆头疯犯了 就是你公共腰疼需要人看着 也那么巧吗 我脸色苍白 很多细节 一旦用心去想 就经不起推敲 公公婆婆说不认张强这个儿子 就不认吗 他们百般恳求 希望我不要离婚 真正的目的 我跌跌撞撞地离开 脑子乱七八糟地想了很多 快到家门口时 我给张强打电话 我同意他的提的离婚条件 前提是让他今晚带着那个女人孩子回去 我要当面问他几句话 张强犹豫一会儿后答应了 我挂了电话就进门 公公婆婆坐在客厅里 说等着我一起吃饭 瑶瑶先吃了一点回房做作业了 我勉强笑笑 他们没问我妈把我带回去说了什么 我也没提 没几分钟 我妈电话响了 他看了一眼 接起来后劈头盖脸地骂 你这个逆子 还有脸给我打电话 不稀罕你回来 你敢带那个狐狸惊狐来 我跟你爸死给你看 挂了电话 他气呼呼地坐在客厅 剩下半碗饭看起来也不想吃了 我一颗心沉到谷底 真不稀罕儿子 拉黑很难吗 我爸妈气我看不清的时候 不也拉黑过 有些话 似乎已经没有摆在桌面上问的意义了 我回家抱着我妈哭的眼睛都肿了 妈 他们一家都是骗子 我妈心疼我 这会儿也没说我蠢之类的话扎心了 我爸想骂几句都被他拦下 第二天一早 我爸妈坐在客厅里 见我萎靡不振地从房里出来 我爸又气不打意出来 照照镜子 看看你那副德行 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女儿 我跟你妈一把年纪了 老来浮想不成还得让你气死 我眼眶又红了 坐在他们对面委屈的不行 我已经知道错得离谱 我爸都不安慰我一下 行了 一会儿哭晕过去还是我们遭罪 我妈拍拍我爸 让她喝口茶压压活 她这才看着我说道 小娟 你都当妈好几年了 我跟你爸也护不了你一辈子 该好好立起来 想想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了 还能怎么过 一想到离婚 我眼泪又噼里啪啦地掉 这回倒不是舍不得张强 就是觉得没什么盼头了 为了还债 这几年我都熬成了黄脸婆 两人见我哭起来 忍不住哀声叹气 正巧这时候我姐开门进来 想到我连这的新钥匙都没有 我更委屈了 爸 妈 你们换锁了 新钥匙只给姐 是真打算不要我了吗 我姐一边换鞋一边说我 给你要是带着那个畜生回来 把爸妈气死了 她几步走过来戳了我好几下脑门 能耐找那家子要公平去 回来卖可怜算个屁的本事 我挪了挪屁股远离她的九阴白骨爪 姐 那我怎么办吗 那些钱也不知道被张强藏哪了 我就是想找也找不着 也没证据 我姐气得差点翻白眼 那天我跟爸就说报警 你不让 这会儿又想起找证据 早干什么吃了 我抓着她的手臂晃了晃 姐 你帮帮我吧 我以后都不犯糊涂了 就带着瑶瑶好好过 我爸咳嗽一声 小英 你要是有法子就帮帮你妹 当然 违法的事咱们不能做 而且也不要太过牵扯民中那边 总之一句话 力所能及的就帮一下 但不能因为我这头影响了我姐一家的关系 这回我不好意思抱怨 不然真因为我这边让我姐遭婆家怨队 那我真成罪人了 我姐想了想 开口道 我托人查了一下 那个女人名下确实没什么财产 张强跟她的账户往来也就三万多 眼下要想把小娟该的的拿回来 最好还是报警 我连连摇头 不行 真拿到张强诈骗的罪证 搞不好要坐牢 摇摇怎么办 你个蠢货 我姐又给我脑门狠狠来了一下 你是苦主 查清了财产去向 拿了你该拿的 到时候签一份谅解书 不起诉不就行了 我微微一愣 还能这样啊 想到辛辛苦苦这么些年 感情没了 还落得个净身出户的下场 也不是我想要的 我爸妈还有我姐陪我去警局报了案 加上那晚她还偷偷揣了录音笔 前前后后涉及上百万的资金 这是在平线来说可不算小了 张强被带到警局问话那天 我接到了婆婆的电话 她哭诉说 夫妻一场就算没情分了 也要看在孩子的面上 怎么就闹到报警这种程度 我恨他们欺骗 头一次跟她叫板 夫妻 孩子 张强跟那个女人上床的时候 怎么没想过她也是有老婆孩子的 如果单单是出轨 我都没那么伤心 可她怎么能骗我做生意亏钱 让我傻乎乎地拼死拼活赚钱还债 婆婆又说 那你怎么也该看在我跟你爸的份上 不要闹那么大吧 这些年我们对你不差吧 哪家婆婆天天给儿媳妇做饭 一手揽下照顾孙女的活 不让你操办点心 那是因为我给你们家当老黄牛时 我歇斯底里地叫起来 你们就稀罕那个女人生了儿子 从头到尾都知道 就把我一个人蒙在鼓里 婆婆一听这话也怒了 你吼什么吼 你也不想想自己有什么本事 家里的钱都是强子挣的 你就是个打工的 我们帮你带孩子 还好吃好喝给你已经算不错了 闹到现在这种局面 她终于露出真实嘴脸了 我苦笑一声 挂了电话不想再听她谩骂 原来我在他们眼里 有始至终就是个卖苦力打工的 连高级保姆都算不上 没一会儿 公共又给我打电话 说婆婆就是急婚了头乱说 道歉的语气听起来非常诚恳 完了又把瑶瑶拿出来说是 劝我想清楚 万一张强有了污点 也会跟着瑶瑶一辈子 三代人都受影响 他们也知道理亏 还说会借个十万八万 就当补偿我这些年的辛苦 就算我跟张强离了婚 也还把我当半个女儿 我直接回一句 演戏演够了吗 想让我去警局撤案 就把属于我的前途出来 婚必须离 瑶瑶也得归我 公共没吭声 半天才说等她想想办法 现在还欠着债 哪有钱 他们见我这边行不通 就窜跺瑶瑶劝我 各种吓唬她说 有个坐牢的爸爸会怎么样 看着瑶瑶哭得厉害 我也心疼 又不好直接告诉她 我不会起诉张强 她也不会坐牢 我甚至在想 要不拿个十来万就算了 我姐劝我 瑶瑶不是两三岁 什么都不懂的孩子了 如果连最起码的是非官都没有 这种女儿养大了也是白眼狼 也不用费心争抚养权 抚养费给到成年就得了 想想张家的所作所为 我瑶瑶牙听了我姐的提议 该给瑶瑶说的道理说清楚 让她暂时就跟我住我妈这边 瑶瑶哭着问我 妈 我知道爸爸在外面找女人不对 可爷爷奶奶说 他们没骗你的钱 也没给拿女人什么钱 你原谅爸爸一次不行吗 我不想没有爸爸 我满心无力 为什么你不信妈妈说的话呢 而且就算我跟你爸离婚了 她还是你爸 这点不会改变 她愣住了 似乎第一次意识到 我不再是那个围着公公婆婆 丈夫转的妈妈 我也有自己的立场 遥遥变得沉默起来 也不再提让我原谅张强的事 我知道原生家庭的不幸 会给孩子造成无法磨灭的伤害 但我必须坚强一回 张强虽然聪明 但到底不是那种高智商 到做什么都不留痕迹的 最后她老实交代 做生意亏钱 网赌是假 那些钱被她换成现金 藏在了乡下老宅子猪圈下面 老宅是公公的弟弟住着 她小时候发高烧脑膜炎 导致有点傻 也没娶媳妇 平时就守着老宅种点菜 公公时不时接寄点米粮 也因为这个缘故 这个傻弟弟只信公公一家三口 别人连院子都不让进 谁又能想到 这个傻子住的地方藏了一大落钱 时隔两个月 我终于拿到了离婚证 遥遥也归我 财产分割方面 我不仅分到六十多万 那家快递站也化到了我名下 可以说 张强剩的那点钱 赔完信用卡跟网贷几乎没什么了 我没有追究张强的诈骗罪 他以后会如何跟我都没关系了 我对钱本身也没太多的奢求 之后就照看好快地站 晚上还能带着遥遥跟我爸妈出去逛逛 至于旁人背后怎么笑话我 我已经没那么在意了 反正不会掉块肉 我没想到的是 时隔一年多张强又来找我 杜娟 我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错 我已经跟那个女人断绝来往了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冷眼看着她 你是要系包裹还是取包裹 我这里是快递站 但没有快递小三这种业务 正巧店里雇的工人在扫码入库 张强自觉颜面扫地 脸色也不太好 不过还是舔着笑脸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谁都有犯错糊涂的时候 今天是摇摇生日 我跟你一起去接上他吃个饭吧 我冷笑一声 我没兴致跟你同桌吃饭 你要送他礼物带他吃饭 我会跟我妈说一声 你能不能别这样 想想我们结婚前后那两年 谁不羡慕我们感情好 你给我个机会 我会证明我真的改了 张强仍不放弃 我不想理会他 直接转身把包裹放架子上 只跟员工说话把张强当空气 他死气白赖地站了一会儿 到底还是觉得丢脸才走了 我怕他又从摇摇身上下功夫 就跟我妈提了一嘴 让他跟我爸轮换着接送摇摇上下学 几天后我妈跟我说 张强不是想吃回头草 是因为他妈查出了鼻烟癌 要不少医药费 这才打上了我的主意 而且之前跟他的那个小三 头几天丢下孩子就跑了 生怕陷在泥坑里 听了这话我越发厌恶张强 他在找来的时候 我连个正面都不屑给 前公公还来哭诉卖可怜 想以此逼着我借钱 既然你们父子都不要脸了 那我今天也豁出去 就给大家宣扬一下 当初你们是怎么骗我当牛做马的 他生怕闹大 坏了他儿子的名声 爬起来灰溜溜地走了 再之后 我妈跟我说 那畜生真不是人 不想借钱背债给他妈治病 索性放弃治疗 估计是病着又加上这股气 人头两天就没了 这种事传播速度非常快 张强的名声彻底臭了 他干脆把儿子丢给他爸 自己跑去了外省 我没有因为这些消息拍手称快 只庆幸自己脑子清醒了一回 及时脱离了张家的泥沼 也庆幸有一对爱护我的父母 还有姐姐